我們來看右盛 這麼大的事情 還有NONO 據說今天有人出來開記者會 說中午的時候 因為第一時間NONO是否認 說他不記得 他沒印象 第一個案件他說他沒有印象 沒有印象 第二個案件 他說他 他不回應 今天本來說有人要開記者會 今天就是說 在我們錄影的同時說中午的時候 那個第一個出來 這個指控他的人說 你說沒印象 但是因為他出來 勇敢站出來之後 他已經陸續在他的私訊 收到了至少二十個人 來就是來那個氣宿 他們有同樣的狀況 所以他說那我看二十個人出來 看你有沒有印象 現在目前的這個發展是這樣 好 然後還有一個是炎雅倫 那個是昨天晚上是炸鍋 炸鍋了 右盛 我想請教一下志偉 那右盛他還有沒有演藝生命 我覺得這個事件 因為後來也牽扯出 不是只有性騷或是 就這個真的是跟他的形象差距很大 但坦白講 不然他牽涉到什麼 他有 就是他太太知道 他曾經外遇這件事 對啊 然後也包括說 那你曾經有過外遇 然後你還可以自己在外面工作 把小孩丟給老婆帶 那老婆也都接受了 那這個會讓很多大老婆覺得 那我沒有辦法接受 像我太太看了 可能就覺得如果是他 就離婚了 這樣子 所以這個優勝的事情 我覺得他的衝擊也不亞於交割 那所以只是說這個新聞事件 他被他被蓋過了 因為黃紫礁他所引發出的這個渲染大波 那個性騷有點被模糊了 大家不覺得嗎 就變這個記者也要去問這個大哥的反應 要去問誰的反應這樣子 那等於是說優勝的這個事件 鄭大哥你剛剛問我說 他的演藝前途還有嗎 我我會覺得啦 因為其實在他的本專 還是蠻多人去 就是去支持他 就請他要 因為 因為他後來這一年 他就是把他的演藝工作先綻放 他就是回到家裡面 讓他的太太 他去成就他太太 讓他太太去追逐他的夢想 所以變成這一年是他在家裡 當主婦帶小孩 所以他也會拍一些影片 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他老婆平常就是在做這些事 那或許對他來講是一種 我覺得我對不起我老婆的一個彌補 所以太太的態度真的很重要 所以你是說那個性騷擾跟外遇 同時被知道 爆發 外遇是他太太之前就知道啦 他太太 外界呢 外界可能不是這麼清楚 對 所以這個事情就是 到我來看這件事情 假設以右勝的狀況來看的話 如果現在的他就已經沒有什麼 太多的演藝工作 那可能他做到他自己的自媒體 也就這樣了 這次算是應該是這樣講 應該是說業力引爆 這真的是業力引爆 因為他同一時間 因為現在的網友或觀眾 其實大家都很敏感 然後也都有柯南的精神 所以大家會去串聯 後來就發現說 大家都問一件事情 為什麼老公可能在這個 你婚姻當中 可能有一些所謂的性騷 包括剛剛鄭大哥講的 人家都已經來幫你 打到你母親說 你老公對我性騷擾 你說我不知道 哥哥做這個事情 哥哥做這個事情 我跟你道歉 表示這個過程當中 你已經有接收到這些訊息 那你怎麼還可以繼續 在這一段婚姻裡面 我覺得這是很多女性 要問的事情 可是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老公這麼不堪 但是你還在婚姻裡面 可是你知道嗎 你就看網友很厲害的地方 他會去連結 你會發現他們夫妻受訪的時候 太太有講 他們有講到一段就是說 為什麼後來會選擇是 他跟這個 太太叫那個慧慈 還什麼的 會跟他結婚 原因是什麼 慈慧 慈慧 他是從朋友開始做起 而且他太太那時候受訪 還直接講說 他好多 意思就是說很多所謂的 這樣子的倒椎 或者這樣子的情感 又是蠻帥的 對 就是其實他以前就知道 所以他常常不只是什麼 他說不只是驚訝 有時候是驚嚇 因為他帶給他很多事情 所以老實說他可能前面也知道說 老公有這樣子所謂的桃花的體質 可是後面沒有辦法 你看你如果包括這個所謂的 強制的性騷 然後甚至去拖人家的這個胸罩 到人家家裡借廁所 到最後在人家身上蹭 這件事情這個已經是真的 大家都那個眼睛都掉下來了 所以你說他未來有沒有所謂的 這個演藝前途 我個人看 要是我 因為我有追蹤他的YT 我真的都有在 這就是你的專業啊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曾經有一天 我也很記得 我半夜看他的YT 是看了有一集 他太太因為被檢查出來 好像是有這個什麼腫瘤還幹嘛 要去所謂的開刀 然後開刀之前 他們全家一起吃飯 我已經忘了那個細節 我看到哭 到最後他們一路拍是拍到 他進手術房 到他這個什麼蘇醒之後 老公在身邊握著他的手說 然後嗅嗅他 知道那個我是感動到落淚 可是感動到落淚的從此 你要想到有多少人看到跟我一樣 看到他的所謂的自媒體 這些影片的塑造 人設的塑造 流淚的人 現在牙癢癢 天啊你怎麼會 原來你的真面目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們會發現說 這一次的所謂me too事件 其實最可怕 腥風血雨跟血流成河的一個重點是 全部是人設是真的是 就是完全三百六 就是完全大逆轉的 所以衝擊才會這麼大 可是什麼樣的人膽大到 可以把女生強托人家胸罩 然後我沒有這個經驗 所以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但是我告訴各位喔 你的人設越高 你這一次me too事件裡面 就會從天堂一口氣掉到地獄 對 那現在這一次呢 誰的人設塑造得更好 剛剛大家講的黃紫嬌 宥勝對不對 有好幾個 哇那個好丈夫好爸爸 然後對社會公益等等啊 然後看起來就是正義的化身 黃紫嬌還代表司法院 你知道嗎 所以你越正義的話呢 結果搞了半天你是這樣的人啊 一大堆就排山倒海了 當然他的粉絲力挺的還是有 可是問題是我覺得 那個差別在什麼地方 會不會有東山再起的可能 我告訴你態度 你在面對這事情的時候的態度 各位想想看 這第四個禮拜了 me too事件第四個禮拜了 真正遇到事情的時候呢 道歉然後說永久退出演藝圈 只有一個人 許潔輝 只有阿輝 其他人你有沒有聽到說 我要永久退出演藝圈 我要幹嘛 沒有 黃紫嬌第一個爆料黃紫嬌的人 其實這個被害的女孩子 他是因為他本來也 他那時候只是個女孩子 你知道嗎 他只是一個未滿十八歲的女孩子 他就是一個少女 所以他說一直忍 一直忍 忍到了嫁為人妻 後來一直到成為媽媽 他又看到那個新聞 就是黃紫嬌也有跟他一樣有個女兒 他才有勇氣把這些人說出來 各位不要以為 不要去苛責那個被害人 雖然有的事情 性騷擾防治法 他的那個追溯期都已經過了 可能有些人為什麼願意說出來 當一個資深的女的媒體人 願意說出來被立委強吻的時候 你要知道他必須冒一個風險 對不對 但是他為什麼 因為隱冷到他身體裡面 很久很久很久的 你要必須這些 加害人家的人 我不管你現在有多好 你以前是汪洋大盜 現在是大善人 也不能你做九十九件好事 並不表示你可以做一件壞事 那你必須誠懇的去面對 那些這個所謂的被害人 你知道那個鍾佩軍 鍾佩軍也算很強悍吧 國民黨的議員他問政就很強悍 他以前是主播嘛 他被朱學恒 強吻 強吻 他說當時他就愣住了 對 他說腦筋一片空白 也忘記要甩他一巴掌 你知道嗎 就即便這麼強悍的女性 她面對性騷擾的時候 她也不曉得該怎麼辦 第二個事情是 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講出來 沒有那麼容易 第二次 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呢 其實還有沒報的 但問題是因為 其實還有沒報的 對 你怎麼知道 直接有女名嘴 在自己的臉書上直接寫了 有男名嘴對她在電梯裡面性騷擾 但問題是她說她 她以為自己很強悍了 但是她沒有勇氣 像其他的被害人這樣 直接跳出來指控 所以即便她那麼強悍 電視上這樣那麼強悍對不對 但問題是 當她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她還是會猶豫啊 還是害怕 這四個禮拜以來 一大堆網友在講 一大堆網友不斷地說 這事實上還有好男人嗎 還有哪一個是可以相信的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的人設太好 所以當她反過來的時候 人家就會懷疑嘛 懷疑以後把別人都拖下水 因為他們不是這種看起來不像這種人嘛 你不會相信嘛 所以反彈會那麼大的原因是 如果他也這樣 那我能夠相信誰 會這樣嘛 那你要知道喔 男生難道不會被性騷擾嗎 可是問題是 有苦難言講不出來啊 在這個時候人家會認為你是來蹭的嘛 所以呢事實上 我還是會奉勸這些有這樣行為的人 趕快出來向被害人道歉 他們要的是一個真心的道歉 你的道歉可以使他們的陰影 因為這樣而整個打開 我跟你講 現在去看看有哪幾個男民嘴 還在電視上講那個性騷擾 朱學恒朱凱翔 是不是因為都在電視上講這個 所以人家才砰出來 你做出這樣的行為 當然有些人不承認 有些人不承認 那你做出這樣的行為 你還能夠跨跨其詞 大言不纏在電視上 為什麼鍾佩君講出來 你還住我旁邊耶 你還在罵人家性騷擾耶 你有什麼臉這樣做嘛 所以人家才忍不住出來嘛 我告訴各位 現在其實至少有四位男民嘴 都已經跟製作單位講 這個話題不要找我 就像這個樣子嘛 所以有些時候自己 大家會去查 查說誰最近少上 一個綠的三個男的 一個綠的三個男的 四個名嘴 我直接講 一個綠的三個藍的 藍的 藍色的 你去看看 你去找一下這四個禮拜 哪些名嘴 屁都不敢坑一聲 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卷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